Hello 大家好 在英国生活 真是离不开走这个超级市场 有时我们去的超市 都不是说真的很多东西去买的 尤其是我们的食材方面 都不是说太多 来来去去都是那几样的 今集就和大家去到这个印巴裔的雜货店 也都会走一下这个东欧铺和瓜菜铺 那英国就真的有很多 不同国家的人在 有一些区分是特别多一些东欧人去聚居 英国大部分的地方是比较多印巴人 他们都会聚居在一起 所以就衍生了很多这样的店铺出来 那你们都可以看一下这个图表 就看一下英国不同国家的人口 究竟那个percentage有多少在这里 你们都看到了 印第人和巴基斯坦 加上这个巴格德士 那个人口占的比例也都比较多 只是看印度人在整个英国占的都不少 所以很多地方你们都会看到有很多的 南亚铺或者印巴铺 尤其是在英国中部 印度人聚居最多的地方就是雷斯塔 那它有一条街的 整条街来说它有它的戏院 有它的金铺 它的餐厅 还有它们买它们的三副鞋物 生活日用品 如果大家有时间去过的话 走下 你会觉得你不是在英国 好 进去这些印巴铺 走下 看一下有什么食材适合我们 的地方 把羊剁得很乾淨 十磅多元 下次來買雞腳 五磅三包便宜 什麼香料都有 多大磅 你看這些都是磅多元 小茴 Coreanda Sea 花茶都有 Pink Rose 兩磅九九 這些是雞精 Fish Dog 未蒸幾多 這裏都是兩塊塊 蒜頭一磅這麼大 間中來這裏一次半次就行了 合掌瓜 磅半兩個 絲瓜 這個叫蒲瓜 這兩隻蟻瓜 是好吃的 這就是苦瓜 是不是很多東西買呢 除了在 High Street 看到這些印巴店之外 如果你的地方 比較多印巴裔 或者藍瓦裔人聚居 當地的超級市場 他們的產品都比較多 在那個普通超市的貨架上 那我現在都和大家走 這間超級市場 看看他們的貨品 是不是真的都不少 在這裡 今集就先分享到这里 因为影片实在拍得太多了 怕太长了 闷着大家 那下次就会再和大家 看这个东欧谱还有瓜菜谱 多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